祝sir你好 多谢你今天上来我们的 Hello Helen 这个节目就是聊聊天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很有心的老师 是一个很有热血 很有火的老师 在你很忙的工作里面 你还写了一本书 这个就是他写的书 里面是讲什么的呢? 里面是讲十二个故事 就是讲十二个学生 他寻梦、追梦、成梦的故事 也在他的背后 其实是讲正向教育 如何影响这些学生 寻梦故事当中所得着的东西 而在正向教育的再背后 其实是讲一个我们叫做伙伴师的理念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社会都觉得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好像没有什么梦想 但是原来其实我们 让年轻人去找他自己的伙伴师的伙伴 再加上我们跟他一起找他们的伙伴 他们的伙伴 我觉得社会其实是没有机会让他们向上爬的 就是向上流的机会反正是零 所以成功不是靠自己的成功是靠副干的 那自己是安然做一个废青 那怎样能够鼓励到这些 好像已经想放弃自己 所谓社会已经说他们是废青人 怎样啪着那段火 令他们可以追梦呢? 你刚才提到 你说其实这个社会 设计了这些年轻人是废青 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 幸好他们不是太过地设计自己 只是社会上地设计他们 不过事实上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梦想 是否能够实现肯定是很模糊的 因为他们一直成长到我们中学阶段 都已经被他们觉得好像是很难发生 甚至越是他们的家长症更加不可能 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个的成梦计划 就去到大概五六年前 有三个学生就在我们去到 和他们在生活营 全级的生活营中一中二生活营 去到宣传我们这个成梦传奇计划的时候 他们花了一个努力年假 就在家里就拔起他妈妈在一起 就希望写一个计划书 能够成就到他们长地单车的这个梦想 就是李慧斯那一只 那他家长去到农历年假 未有时间忍不住召唤我 那时候还没交计划书的 召唤我说畜长 我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同学 就占了我整个六年年假 就想问我怎样能够写一个 是可以很有说服你的计划书 是关于追寻梦想的 其实是真的不是真的 背后其实那个家长都在怀疑 坦白说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召唤小孩 幸好我和家长有大家了解 所以我再听家长说 原来是一个十八万的计划 我心想大事 接着我和家长说 那你先给他交了 反正他写了 是不是 交了之后就有很多事发生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学生其实那个梦想 追寻那个态度 某程度上还比大人高 大家很明白就是没有可能 给十几万出来给三个学生 所以第一个的答案就是这样 你和他出去找办法试一下 学校叫我试一下 如果学校说不行 我就会好做的 学校说你去试一下 那现在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开始 是没有说怎么试的 是没有 但是起码是让我试 OK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 你说让我试我就试 就是比你说不行 那时候我就在外面 有很多坊间的年轻人沉梦故事 可以赢赞金 我和他试过两个 但是发觉都听到 因为外面那些人的沉梦故事 那些人去到原来不是为了赞金 那些人去到是为了表演 是很厉害的 中港台亚洲 去到那个时间那些 输眼 是的 接着玩那两棵就说不对了 接着到六月份 那些学生再问我 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招 摆桌底就是那个QE Fund 有一个基金 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设计 能够可以是 获得撥款的机会不高 所以我一直都不用 但是现在去到 再问我的时间 然后校主突然间 六月有一天找我去校长室 就说 突然间收到保联局总理 建议在我校推行单车计划 那校长就说 那我们可以试 那我怎么试 原来校长在想着 因为其实 长地单车馆就在 张军路旁边 即是我们学校附近 在张军路旁边 在附近 所以当过去的时间是优势 再加上就是 单车本身就是 现在这个环保社会 希望推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校长就索性 把这个计划 他心里的概念就是 不只是做三个学生 或者校队 他是将这个计划 推展在中一中二的 常规体育堂 整件整件一路来 但是当然 能够做到乘母单车队 就还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记得当一开始的时候 学校博取了 可以有钱 开始开始了 那我们就开始 安排学生训练 那接着第一次 因为要安排这个学生 能够真的在长地单车 管车单车 是需要他们考三个 的长地单车市 OK 就是当是初阶 中阶 高阶 那三个市 又是需要有很多关卡 是说的是 香港的单车联会 是要让到 在香港的单车属会 开办一些的 长地单车班 分开初中高 其实我们才可以去考 特意去找一个属会 安排给学生 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大家 三五七 或者是很难 特别为我们做 所以后来 我跟校长谈 不如这样 我们自己做属会 不要烦人 好了 开了 好了 接着呢 之后问题 就是 他每一班 是考的人数 最少十人 最多二十人 那在十人至二人当中的时间 好了 但是一考完之后 去到中阶 又要这个人数 高阶也是 我开始计算 据我说 万一第一班 我十个学生 都被人都被封了 被人都被封了 不要封了 都被封了 所以变成了 我就存了半年时间 我就存了三十几人 很稳定 很稳定 你逐级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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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第一个初阶 已经继续了二十个 剩下十几个 就是还可以去第二阶 我心想你十几个 你自己就算了 因为第二阶的时间 剩下五个 即第三阶去不了 失败了 是的 去不了第三阶 我们就跟单车会讨论 那时候刚刚暑假之前 他说不行 规矩固定了 后来挨到暑假之后 他们给我们 好了 五个都给你照顾 因为我们说 我不介意付钱 我们希望能够帮学生 挨到 应该在大概九月或十月的时间 就可以考了 谁知道刚刚那天打风 十号风球 学校停课 不是再之前 就停课的时间 大家就停了 那之后再约 他说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 要等四五个月 不是要等是五个月 要到下年最快三月 我说为什么 因为 那个长离单车会保养 要保养四五个月 再重新收拾 就是预备跟着那年的细菌菜 就是长离单车的食品菜 细菌菜 变成了又要等 大家都很无忍 又等到三月的时间 已经成功了 但是如果那一桶不行的话 又要半年了 不是要几个 因为他那细菌菜要搞很久 在那一段时间 幸好是得了 所以这件事当一被传媒知道之后 其实那件事很有故事性 所以当时 TVB体育世界 或者是报纸 或者是雜誌 都找来采访 其实是很鼓励性的 那三个学生 有一个 三五不足业 有一个成为助教 做了我们的助教 很开心回来帮忙 另外有一个不足业 但是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发展 另外有一个就发展了另一个梦想 就是因为他后来就帮忙 一起发展了三个兵 那个流行乐队 是一个很厉害的鼓手 他去了档花读书 但是其实他三个 之后就辣着了再一另一批同学 层一层地去 所以有点生火相传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学生 真的能够进入港队的青年军 这个就很兴奋